法輪功學員 河南信揚八巡老年法輪功學員白國顯 因發放法輪功真相資料 遭枉判8年 在鄭州監獄被迫害出現呼吸困難等症狀 被保外就醫 近期傳來白國顯含冤離世的消息 鄭州監獄先後非法關押法輪功學員千人次以上 對法輪功學員酷刑折磨、勞動勞役等 從老人到殘疾人 只要是法輪功學員 無所不勇其極 至少十多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 多人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據《明慧網》報導 白國顯 男1941年出生 在2017年3月9日 與信陽市幾位法輪功學員 駕車到鄰近的駐馬店市擴散院 發放法輪功真相資料及懸掛真相剪板 在回信陽市的第二天 就被駐馬店市警察從監控錄像中 發現車牌號碼 並據此追查到信陽 在2017年3月16日 河南駐馬店市公安局 駐馬店國保大隊 駐馬店擱山分局 擱山院公安局盤隆派出所 信陽國保大隊合謀綁架了信陽市 包括6名法輪功學員 白國顯 陶玉華 楊成雲 丁雪梅 李俊華 楊山平 搶走多部電腦 打印機 真相資料 號材等物品 這些警察 甚至連陶玉華家屬 和3個幾歲小孩 都不放過 一拼綁架到派出所 後因小孩無人照顧 致被迫釋放3個孩子和家屬 在2017年3月22日上午8時30分 白國顯 陶玉華等6位法輪功學員 在駐馬店逆城區法院 被非法開庭 白國顯被劫持至鄭州監獄 非法關押 因長期遭受迫害 在2019年下半年 白國顯身體出現血壓高 呼吸困難等症狀 被保愛就醫於2021年4月19日 含冤離世